這是鴨血變成小貢丸 感受一下 入口第一個感覺 湯頭的風味確實不太一樣 大家好,這是肥波 本集影片由素顏之本手工照贊助播出 Q彈綿密的泡沫感、清新舒爽的氣味 永蘿各地花草木植物原料製造 讓你一照從連洗到腳全身都暢快 官網全面優惠中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淡水區一日美斯蒂圖四選 分別是大吉祥香香豆腐、雞道樂 以及老店淡水魚丸阿給 最後是四葉關東煮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首先第一張 我們就來試一下會在淡江大學附近 身受學生族群喜愛的高CP值選擇 它就是大吉祥香豆腐 雖然說外形上看似你各位熟悉的麻辣鴨血 但它其實是臭豆腐搭配上鴨血阿 然後再加入你想要吃的主食 像我這一碗配的就是米苔木 我還真的是第一次吃這種口味的米苔木 一碗80塊CP值它確實是相當可以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就來吃鴨血 非常大的小貢丸,感受一下 入口第一個感覺喔,湯頭的風味確實是不太一樣 鹹香為主同時呢又帶上一點這種 臭豆腐獨有的香氣 不過鴨血本身的口感覺得是很好的啦 光看這個光澤就有一種軟Q感 我們再來呢就是它的臭豆腐 論吸正能力,它這一塊覺得是更強的啦 整理的這種微辣湯底 跟臭豆腐的臭香味結合在一起 意外的和諧 而且你各位看一下它斷面的孔洞就知道 整理這種滋潤感、水潤度是非常充足的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它的米苔木本體 那它裡面這些菜呢 雖然說看來是高麗菜 但它菜單上面寫的是辣菜阿 應該就是所謂的類泡菜的概念吧 極度Q彈的米苔木跟這種碎碎的辣菜結合在一起 同時入口就可以感受到非常鮮明的口感特別 不過我這樣吃起來大概能夠理解 為什麼它生意可以這麼好 整碗吃下來的口感是很豐富的 有這種鴨血的滑嫩、臭腐的滋潤 同時再補上它麵池的這些Q度 一大筷子吸入口中確實是還蠻爽的 好的各位,總結一點 而且呢大吉祥香香豆腐 我個人覺得就是一個CP汁很高的選擇啦 風味上真的跟我們以往吃過的這種麻辣鴨血不太一樣 不會說到很特別 但就是多了一股這種臭豆腐的香氣 同時口感上的組合搭配呢 又會變得更加多元喔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午餐時間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街運站附近 來自於四林道樂舞台系列拉麵的新品牌 它就是雞道樂 光聽見面就知道主打的應該是雞白湯啦 不過呢我點的這碗又再特別一點 它是限定款的海老雞白湯拉麵 我個人還真的是第一次喝到這種雞湯跟蝦子的組合喔 非常的期待 那裡面配的呢就是非常經典的中卷麵 以及素肥的雞叉燒 然後呢還有再搭配上兩顆鮮蝦餛飩 而且它的湯頭表層看起來可以說是泡沫感十足喔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它的鮮蝦餛飩起手 感受一下 好 喔可是我一口下去我只能說 生蝦餛飩那真的就是生蝦餛飩 整體外皮呈現這種軟Q感 同時呢還可以感受到它裡面肉性的一點綿密 以及裡面蝦肉更加突出的Q度 重點覺得還是它的湯頭本身呢 我來單喝一口仔細的感受一下 入口喝起來我覺得最先感受到是這種雞白湯的濃醇感 同時你可以感受到你適當的膠質 包括你的嘴唇 通常好喝的幾百糖到這邊就結束了 但它們家這種海老風味的 又會在捕沙骨蝦頭手熬出出來的甜味 好不過呢我不是說剛才那次下去 最驚喜的我覺得還是它加入這些洋蔥丁還有櫻花蝦喔 不僅可以增加挺微距的層次 還可以帶出更濃厚的鮮甜味 吃到這種熟悉的蝦味 就會讓我已經想到五之神的蝦味沾面 好了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說它的中捲麵 湯汁甩在我臉上 這碗應該是我近期拍過 你在點攤的時候選麵硬 硬的最徹底的 口感的部分客人真的是非常喜歡 同時呢可以感受到中捲麵這種非常優質的巴湯能力 整筷子連湯在麵吸入口中 這就是蝦味十足啊 好了那我們最後就要吃它的舒肥雞大燒 不過回過時呢我發現這碗的配置是沒有糖鮮蛋的 想吃可能要加點 絕對不算是我拍過最軟硬的舒肥雞 但是還好它的燙皮本身相當Carry 可以在這種清爽的雞肉香氣之外 補上一個很濃厚的這種蝦頭的甜味喔 吃起來非常有新鮮感 好的各位總結也呢雞道樂 我覺得相對我之前拍的另外一家道樂屋台系列的 好像是松霧基本上口味的 個人是一定會變在這個海老的一點 有一種你在其他地方比較少見的FU啦 而且電影的氛圍真的是維持道樂屋台一貫的系列 邊吃麵兼聽歌這代強大BGM 有機會呢可以來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山珍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是說來點滿滿淡水味的下午茶選擇 它就是位在老街這邊的老店淡水魚丸阿給 在地開了已經有45年了喔 不過稍微回想一下 我大概有12年沒有吃過淡水阿給 來這邊複習一下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那當然呢還要再配送魚丸湯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剖開之後再把裡面的冬粉 跟底部的醬汁稍微給它拉一拉 聞起來確實是還蠻香的啦 我完全忘記吃起來是這種風味 整體在這種鹹香無甜的風味之外 感覺又帶了一點類似那種豆瓣的香氣 那口感的部分我覺得是很可以啦 不會說因為蒸海酒會變得太軟爛 還是有適當的軟Q感的 我們配上它外層的豆皮來試一下 頂端還有魚漿把它封起來阿 配上外皮一起吃整體這種豆腐香氣呢 就會變得更加突出 然後口感的話我覺得就很像是一般這種 油豆腐的外皮 只是更加的軟Q一點喔 配上它最上層的魚漿吃起來 口感又變得很不一樣 雖然說不會有太多這種鮮味 更多還是這種豆腐本身的香氣 不過整體吃起來口感上 個人還真的蠻喜歡的喔 非常的有層次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的魚碗湯 一這兩粒相當合理 整體吃起來外皮魚漿的存在感覺 就是比它內心還要突出的 然後一樣我覺得沒有太多這種魚肉的鮮味 更多的是吃一個豐富的口感喔 走一個紮實微Q路線 同時呢又會再補上它裡面的小肉餡的綿密感 蠻適合在你吃完阿給以後來一雙一碗 走一個清爽路線的手尾 好的各位總結也呢 老店淡水園阿給 我個人會覺得來到淡水充分值得試一下 相當有特色的在地小吃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鬼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位在淡津公路旁邊 淡水在地開了已經有15年的日式觀眾主老店 他就是四葉觀眾主 沒有錯最近這幾天都是英語綿綿阿 來上一盆冠冬府可以放一碗柴霧高湯 那是相當的適合 不過說真的阿 這家真的是開熱箱的比較平平平的地方 所以還是能用這麼好屹立不了15年呢 絕對是相當有料的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然後我們首先呢就從他的手工苦瓜蜂起手 然後因為我就坐在這個公路旁邊 收音的部分大家在盡情見譚或盡力了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官人物怕裡面的肉餡 毫無疑問專業人士 走一個扎實微Q路線 而且重點是他的這個絞肉餡是很有風味的 肉香又很夠 同時呢又補上有類似香菇的感覺 而且你吃得出來他外圍的這個苦瓜呢 已經是呈現非常軟綿的池皮 吃完一塊喝上一口柴魚高湯 這個組合尤其是在下雨天吃它是特別的有Q 再來呢就是他的天菇蘿糖心蛋 午餐沒有吃到糖心蛋來這邊補吃一下 口感甚至是充分可以的啊 你可以感受到他外圍炸出來的一點薄脆感 以及整體蛋黃的滋潤 不過你單吃真的就只是雞蛋風味啦 感覺比較適合露燥點他的關東煮沾醬 再來呢是他的湯豆皮 這個還蠻特別的 招牌豆皮絕對不是叫假的 整體下去雖然說他醬汁的風味是很突出的 但老實講他本身吸收這種柴魚高湯風味 也不會說完全被蓋過去喔 我們的魚碗服務袋也是要來一雙一包 整顆咬下去那真的就是飽滿再飽滿 同時你可以感受到那種淡淡的魚醬鮮味喔 論濃濃的程度覺得是海胖我們下午茶的阿根 最後呢就是他的腐皮榨菜收尾 我還真的是第一次到這種關東煮啊 腐皮榨菜捲充分可以嘗試一下 論整體這種食材本身的風味他覺得是最濃厚的 你可以吃到那種榨菜的微辣 還有他外層補免那種類似焦香的感覺喔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的淡水區一日美式地圖試選 今天真的是下次暴雨把它拍完 那本日的MEP 或者是我們午餐的雞道樂還有最後這個事業觀眾署 都是屬於我個人蠻想要餓說話一下的啦 好的那要這樣啦 我也要把所有的詳細資訊留在影片下方的收錄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